所以我们在proceed 所以其实那个 病脸的部分 所以我就是要讲过多一次 病脸的部分 其实它有一点点的confusing 它有一点点的confusing 就是说 里面的那个电路的话 你要连接 就是要连接对 它才可以变成一个病脸 如果连接错的话 整体就是错了的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 里面中间的这一个部分 里面中间的这一粒灯泡 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病脸的连接的关系 因为通常我比较建议的 就是你先连接注意外面的那一层 你先连接最外面的那一层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最外面的那一层 我就是连接出来了 所以连接完了过后 我们再来settle里面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通常 病脸它有一样的就是 你要连接的话 就是要连接倒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部分的 它有其中一个部分的 就是说它会两条线连着的 你可以看到有其中一个部分 会有两条线连着 意思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 你看到有两条线 另外一个部分也是 两条线 两条线连接的 所以呢 那个病脸的话呢 你要怎样 imagination呢 其实我只能讲的就是 你要靠做多啦 OK吗 抱歉啊 没那个单出来 所以我只能讲的呢 就是你需要做多咯 就是我给你们的练习 你们回去 就是 try看画出来 OK吗 try看画出来 这一个就是建议啦 因为定连的这个部分 确实是有点乱 OK 所以呢 我唯一能提供你们的 那一个线索呢 就是你们首先 先画最外面那一层 OK吗 画最外面那一层 然后过后呢 里面的那一层呢 就是它的那一个关键 OK 里面的一层 就是它的关键 尤其是这一个 比如讲这一题的话 就是这一个灯泡 OK 我画狗的这一个灯泡 它的连接呢 其实就是 关键啦 就是说你要组成一个并联 你就是要看里面的那个灯泡 你要怎样画线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它画线的话呢 就是说这一粒灯泡 我就是连接跟这一个开关 就是说我这个红线啊 我连接跟开关 然后呢 它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就是连接跟另外一个开关啊 OK 另外一个开关啊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我的左右其实还是对称的 OK吗 我的左右其实还是对称 你可以看到左边对左边 这个红线的那个灯泡哦 OK 这个我画红线的灯泡啊 你看到左边对左边 右边对右边 OK吗 所以它的连接是很重要啊 连接很重要啊 左边对左边 右边对右边 OK 你不要突然间 这个图它画去 左边的话 你就连接跟左边 你就连接跟右边 你连接倒转的话 你会乱 所以呢建议的就是 你跟着那个图 左边对左边 右边对右边 OK吗 所以呢第一个步骤就是 首先你先画 最外面的那一层先 OK 画完最外面那一层过后 你再来看里面这个 红色圈圈的这个灯泡 OK 左边对左边 右边对右边 你就OK了 可以吗 所以呢你就不会乱 好 所以这一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是要翻去做答题那边 OK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要拉下来了 好 就拉下来了 OK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小卫同学将电路 连接成图10式的那一个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就是会有两条线多余的 就是上面或者是下面 OK 就是 either就是上面或者是下面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 通常我们要去除的话 就是下面那一条线啊 OK 所以呢比较好的答案呢 比较好的答案啊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会拿下面那一条 为什么呢 因为它比较长 OK吗 因为它比较长 通常导致电阻这一个东西的啊 导致电阻的话呢 就是我们下一个章节会学到的 导致电阻的话呢 either那个导线很长 OK 或者是很细 你都是会导致电阻跑出来 OK吗 所以我再重复了一次哦 就是说你either就是你的导线很长那一种 或者是很细 我们都是会导致电阻 OK吗 电阻呢 它就是会影响你的那一个电路 也就是说你的灯泡的亮度呢 其实就是电阻导致的 OK吗 你电阻越高 你的灯泡就是越暗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啦 所以我直接拉下去答案那一边哦 OK 答案那一边啊 所以答案这里的话 你就是可以直接 把那一个答案写下来了 对吗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答案写下来咯 对吗 所以我就是放大一点啊 所以那个图呢 如果你没有插完的话 你看不到的话呢 没关系 我等一下会直接scroll上去 所以记得啊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电阻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章节啊 它多多少少有碰到 一点点关系到跟电阻 OK 电阻 OK吗 所以电阻啊 英文叫做resistance OK 英文是叫做resistance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它就是 呃 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电路的那个效率咯 哦 Efficiency啦 就是说电阻呢 它就是类似好像一样东西阻塞着你的电流的顺畅 OK吗 电阻呢 它就是 就是类似好像阻塞一样 就是说阻塞你的那个电流的顺畅咯 就好比说你的那个电路呢 就好像是我们的那个水管一样 就是说在我们家里面的那个pipe一样咯 哦 如果你的pipe呢 里面被阻塞的话 那个水呢 就是会流不通嘛 流不通的话 我们的那个 我们开那个水喉头的时候呢 那个水就是会很少咯 会很小 懂吗 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哦 电阻的话呢 它就是类似好像阻塞一样 就好比说那个电路 就像跟我们家里面的那个水管一样 如果你的pipe呢 阻塞的话 我们打开那个水喉头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那个水 流出来的水的那个量呢 会很小咯 所以这个电路图里面的话呢 如果你的电阻很大的话 它就会导致你的灯泡 基本上就是很难发量了 OK吗 很难发量了 所以呢通常呢 我们会选比较长的电线啊 OK 比较长的电线就是 多余的咯 短的话会比较好啦 OK 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 上面或者是下面 OK吗 因为这两条线啊 其中一条都是 都是可以 就是拿掉的 OK吗 这两条线都是可以拿掉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通常会选择比较长的啦 因为它是电阻的缘故咯 OK 电阻比较大的缘故啦 因为它的电线 比较长 在接上 在接下来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的connection 它connection 你看它就是连接错误 你看嘛 一就是它有电阻 二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connection 连接错误 你可以看到它的电路呢 不完整 所以而导致 那个电路 就是不能发亮的 好 电灯炮就是不能发亮咯 看到吗 所以它就是没有左右对称 你看 长线 它有电阻 然后呢 它也左右 不对称 所以呢 我们只能拿短线而已啦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呢 我就是多稍微讲解一下 就是那个关于到电阻的部分哦 OK 然后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那个电源会短路啊 所以短路的话呢 通常就是会消耗 很大的那个能量啦 OK 导致短路产生大量的那个热能 那个热导致电线被烧掉 OK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 交通灯的那个指示灯呢 通常都是冰连啦 OK 指示灯都是冰连啦 为什么呢 因为它会有红灯 黄灯 绿灯 如果它都是串连的话 红黄蓝 红黄绿啊 抱歉 红黄绿呢 它会同时一起亮起来 如果它是串连的话 红黄绿都是会同时亮起来 不是吗 因为我们那个交通灯呢 通常 either它就是会红灯 或者是黄灯 或者是绿灯而已 所以它们都是冰连啦 OK 它们都是冰连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有规律性了 通常有规律性的都是冰连啦 OK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第四题的话呢 将灯泡从那个灯泡座 拆下后 然后直接将灯泡的那个底部 向正极连接 然后呢 用一根电线连接复极啦 对吧 所以你可以写下来这一个部分哦 第四题的话呢 它要 虽然它就是要你们写下来 可是呢 你写下来的话 其实你是不明白的 所以呢 我要求你们 就是我建议你们 就是画下来这一个图会比较好 画下来这一个图会比较好 OK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灯泡啊 OK 灯泡啊 抱歉啊 我要拉上去一下 灯泡啊 所以你不要像跟我这样画了 所以在这个图里面哦 我们就是这样连接嘛 所以我们要这样连接嘛 所以呢 在这一个的话呢 它就是讲到 它需要两根导线 所以如果我们要省那个导线的话呢 我们要省那个导线的话 其实呢 你就是可以像个那一个答案这样连接咯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 灯泡的话啊 灯泡的话呢 其实它也是有 那个所谓的正极跟负极的那个连接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的话呢 正极的话呢 它就是直接在底部 看到吗 正极的话就是在底部 OK 负极的话呢 它就是会在上面 这一个红色先我查掉啊 因为看起来会confuse一点 OK 看到吗 底部的话就是正极的连接 旁边的话呢 就是负极的连接哦 这一个考试之前有出过 所以呢 这一个我要求你们 记得啊 灯泡的连接啊 OK 这个打猩猩哦 OK 因为之前考试有出过 所以呢 可以的话 尽可能你们要懂 OK吗 尽可能要懂啊 OK 灯泡的连接 底部就是连接跟正极 旁边就连接跟负极 看到吗 所以呢 我就省了一条的那个导线哦 我就用一条导线来连接而已了 对吗 因为在你们的那个作业簿里面 他用两条线嘛 所以我要省的话 我就这样连接咯 所以就完成了咯 所以那个灯泡 他就是这样连接了 然后至于第五题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圣诞树的话 如果他要用timers 那个圣诞树啊 如果他 因为他要 他要让那个灯泡呢 就是有规律性的那个发量 你们懂 timers是什么吧 timers的话呢 其实他就是 我们可以set时间 我们就是要水 就是要 让那个灯泡 什么时候断掉 都可以 timers就是这样的那个作用啦 ok吗 所以timers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爸爸在家里 有安装类似这样的东西的话 不是所有的那个家庭 都是会有timers的 有些的家庭 家庭呢 就是会有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我也很难给你们看啊 所以他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 ok 一个圈圈的 所以我们可以转 它有很多 很多个那个number 在这里 这些number呢 都是我们的那个时间来的 所以你可以自由的转哦 ok 转一个set 一个特定的那个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 比如讲 set12点 我要12点 让这个灯泡不发量 那个灯泡 那个timers 都可以做得到啦 ok timers主要的方式就是 我要set 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让那个电路 随时随地 可以闭合 或者是 开掉 ok 我要让那个电路 变成 开路 或者是 那个通路啦 都可以 这个timer 就是它的那个 作用就是这样啦 它就是可以让我们 set一个时间点 来控制 那个电路啦 所以呢 有些aircon 也是有装着 这个所谓的timer啦 所以呢 timer的那个符号呢 我们就画一个圈 然后放一个d 就可以了 ok吗 画一个圈 然后放一个t ok吗 所以我 我刚才有拉 上面的那个部分 ok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这里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所以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需要你们拿出 你们的那个课本啊 你们课本的后面后面那一面呢 其实是有 那个电路图的 那个连接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出 那个课本的部分啊 ok 这个我拉 这个我拉 旁边一点啊 抱歉啊 我拉一下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拿出你们的那个课本啊 课本的话呢 课本的话呢 它好像是有类似这样的那个习题 我就在后面后面那一边 所以呢 我们 就是希望 就是你们可以写下这个答案啊 课本的习题啊 ok 这个就是课本的习题啊 所以你们可以写下啊 它的答案 所以那一个并联的话呢 并联的话呢 它就是会有两种连接的那一个方式 哦 所以呢 不是 不是两种连接方式啊 就是它的那个电路图 哦 Either 你可以这样画 OK Either 你可以这样 就是我这个上面啊 就这个哦 这个哦 你可以这样画 或者是呢 你可以类似这样画啦 通常我们出现的那个问题呢 多数就是 我们是这样画啦 OK 我们很少这样画 OK 我们很少像上面这样画 我们通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放一个正方形 打格子啊 OK 就是我画一个星星给你们 OK 通常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画 OK 很少用以上的方式 OK 上面的方式其实也是一样 只不过呢 下面的话 多数 我们都是会用下面的方式啦 OK 然后呢 课本的那个连接方式啊 课本的话呢 你们就拿出你的课本 就是在后面后面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说也是第十章 OK 这个部分呢 也是在第十章 只不过就是在做答题的 最后面那一边 就是跟你们的课本 一模一样的图 所以你们就连接那个线就可以了 好 所以呢 我有讲过的哦 就是说 首先你先连接比较大的那个范围先 OK 连接比较大的那个范围先 都可以了 所以它的那个课本那边呢 有一点点道反啊 OK 毕竟你的那个 那个温柴围先 我们就是 呃 就是你 证 就是证的话呢 就是你要打 你要连接在上面咯 上面就是证咯 下面就是佛咯 咯 所以那个作业部还有谁没有操完吗 可能会迟到你们几分钟一下啊 操完了没有 你的课本呢 那个作业部的 所以作业部的OK的话 我就要关掉了哦 OK 作业部的没有的话 我就要关掉了啊 没有了啊 好 所以还没有操完 作业部 好 所以如果没有操完的话 呃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过后 我会post那个video啊 OK 操完了 操完了 所以如果操完的话 我就是直接断开了 呃 我就是按 我就是关掉这一个 OneNote啊 OK 所以我就是先minimize下来 我们再翻回去就是课本的那个部分 课本啊 这个是 其实是课本的那个题目来的啊 所以呢 你可以写下这一个部分 OK 你可以写下来 哦 哦 所以你可以写下来啊 只是呢 你们就是要用呃 尺啦 不要像个我 不要像个我这样用手啦 哦 连接的那个导线连接的话呢 你就需要画一个Dot 所以这个就是S2 这个就是L2 这个就是L2 这里的话呢 我买了另外一个叫S1 然后再连接打X 我这个有画一点点Y啊 所以的话就是你们要用尺来画咯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电路图 哦 真 真级的话就是在你的那个左手边 复级的话呢就是在你的右手边 你要画导转的话也可以 只是 你会有一点点问题啦 就是说你最好的画就是跟着 你习惯的那个方式啦 OK 不要特地去画导转 如果你画导转的话你是很难看到的 哦 哦 画导转意思是说我 导反那个Battery的连接的话 你会比较难看到啦 哦 所以你就跟着哦 跟着你实体的那个 连接来画出那个电路图啦 OK 这个就是你们的电路图 所以画完了过后呢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完了啦 OK吗 所以明天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是要借第十一张了咯 哦 所以如果 这个OK的话 明天我们就是要借十一张啦 第十一张啦 呀 哦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 回去的话 请记得去practice一下你们的串联 跟并联的画法 OK 所以呢 串联的话 我没有什么很担心 OK 只要你要make sure 左边对左边 右边对右边就OK了 只是呢 并联的画 并联的话 你要先画四周围先 注意外面那一层先 OK 并联的话呢 它其实我的建议啦 这个就只是我的一个纯粹的建议而已 你不要乱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画最外面那一层先 画完最外面一层过后 你才来画里面的一层 OK吗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链接呢 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 如果那个问题 我先给你这个电路图的话 OK 问题呢 我先给你电路图 然后呢 我要你以这个电路图呢 来画出旁边的这个实体的链接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我先 按掉这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最外面那一层 我先连接它先 你可以看到我最外面那一层连接了咯 OK 连接完了 我再来画里面的一层 Settle 看到吗 看到我画法吗 好 所以我要重复的一次咯 就是说 如果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电路图 然后我要你们画这个实体的链接 OK 所以呢 首先我先画 注意外面那一层先 注意外面一层 然后呢 画完了过后 我才来连接里面的一层 OK 因为连接里面的那一层呢 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你要连接对啦 OK S1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连接跟S2 就是那一个 那个什么咯 S1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我连接跟那个 开关啦 然后呢 这个另外一个的话呢 S1的话 我就连接跟灯泡咯 其实呢 其实呢 你的那一个S1啊 你的那个S1的话呢 不只是可以连接跟那个开关而已 你其实也可以连接跟S2的 看到 我就是会有两个不同的那一个 答案啊 好 所以呢 你的那个S1的话呢 不只是可以连接下面 你也可以连接上面的 好 所以呢 只是那个答案呢 它给我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这样画咯 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咯 OK 所以迟到你们一些的时间啦 所以你们可以退出 可以休息啦 所以我就是会放着就是说 还有什么问题嘛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OK OK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OK 明天见啊 OK 所以我们明天见咯 OK 我们今天就这样啊 谢谢大家 我今天就这样啊 OK 我今天就这样啊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